今天做四川中的家常演藝饭 第三道 糖醋排骨 首先说一下糖醋排骨 买什么是排骨 第一个肯定要买中间的筋排骨 第二个就是买肉稍微厚点的 这种光排骨吃起不安逸 没有肉头 然后是把排骨砍出来 两个肉这些 先给它下一下 然后再来砍 长短根据自己的喜好 先我们做的是大概5公分长的 自己吃 龙骨还是要加进去嘛 要不然可惜了 塞好的排骨加清水 把血水给它漂一下 这两只做出来的糖醋排骨才不得缺黑 排骨泡起了 我们来炒个糖色 现在很多朋友喜欢用老抽 实际上我们传统的糖醋排骨 这些用于上色的 都是糖色 躺下锅以后 把火稍微开小一点 让它慢慢融化 这个样子炒出来的糖色 盐色再均匀也就达到了 不甜不苦的效果 糖醋排骨的糖色不要炒烙了 这个样子就可以加水了 关火 然后水慢慢加大家记住 好 先加鸡丁 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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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加的是开水 你看这个糖色的盐色 是不是巴适了呗 放到一个碗里头备用 炒好的糖色 找个玻璃米粉把它装起 可以当很久 好 想用的时候拿出来用的 排骨炒水 加点老姜 葱叶子 再来点黄酒 排骨水炒好了 把拿起来洗一下 脱去脱去洗 把表面上这些浮沫洗干净 姜葱都不要了 这下准备下油锅 洗成油温 排骨下锅 糖醋排骨是到传统的炸手凉菜 炸就是把排骨在油锅里面炸 但是现在在家庭里面 你觉得这个太有益了 太麻烦了 也可以把炸的这一步给它取消 排骨不要炸的太狠了 太狠了又黑了 表皮受干就对了 炸了排骨的油留在里面炒菜 炸酥肉 这个肉可以的 不得浪费 锅里面留少许油 姜葱下锅 然后炒姜 姜葱味炒出来 然后加水 水一次性加够 好 加好多水呢 一般是比我三斤排骨 加一斤半水 好 一比二就对了 这个时候我们要调味了 黄酒来一点 叶巴来一条 糖醋排骨离不开糖 我们用的冰糖 冰糖大概和醋的比例就是一比一 这个糖醋排骨要分两次加醋 我们第一次加的这个是红醋 为了让颜色更好看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刚才炒的糖色加下去 加糖色千万不要把颜色加到位 这个时候你看到蛋不怕的 等会儿手干了颜色就浓了 这个就是炸熟的部分了 熟的话大概时间要好久了 半个小时左右 好 开大火熟就对了 马上瘦干了哈 姜葱捏出来不要了 马上就好了哈 最后要割点醋 最后要割点醋的目的哈 就让它醋味几下出来 再串一下就要得了 糖醋排骨的脂水千万不要瘦干了 好 这个样子八十一半 炒个盘子 一根根的捏出来摆下盘 再来点脂水 排骨啊 我们又喊得米粉 从尾头上去 满足 八十一半 熟火一秒 赶快告一哈 我喝汗 马上瘦 你还拆下来